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试卷本的洪子成老师编的 里面也有选了好几首郭小川的诗 那么郭小川大家注意一个小的细节 经常考研究生的时候会考的 就马铁钉是谁 这陈孝宇 陈铁夫 而郭小川三个人以马铁钉为笔名 写了大量的思想诈谈 这个细节大家要注意 那么郭小川的诗呢 大家注意一下他的几首 55年他写的这个《至青年功名》 当时也是以阶梯诗的形式 书写实在的责任与报复 在当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他的《至大海》 还有《向困难进军》 这都是他非常有政治鼓动性的作品 那么那个时候的诗呢 是充满了一种时代的好奇 大家要把握住这一点 那么他也有一些 郭小川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诗 就是他呢 非常富有哲理性的 那么他自己曾说过 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 但是我越来越懂得 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 还是远远的不足 文学毕竟是文学 这需要很多新颖的独特的东西 它的原权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海洋 但他应当是从海洋中提建出来的 不同反响的光灿灿的晶体 那么他所谓的晶体 就是一种思想的哲理性的意欲 大家注意他的《望星空》 这是他的一首非常著名的作品 在那个年代 可以看出他的一个 更加细腻和复杂的感情 那么以及呢 他回到内心的那种反思性的意象 这是他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他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叫《甘蔗林青沙障》 这个好像你们中学课们 优选吗 没有 甘蔗林青沙障是很有革命豪情的诗 你像他谈到 给大家读一读啊 南方的甘蔗林啊 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 又为什么那么严峻 北方的青沙障啊 北方的青沙障 你为什么那么遥远 又为什么这样清静 我的青沙障友 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 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 也一样的名奏嘹亮的情音 我们的青沙障友 跟甘蔗林一样的默默情深 那在这阳光的露珠啊 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情景 那么大地的清晨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的诗呢 是把一种自然的存在物 自然的风光 和一种对历史的 一种潜在的一种记忆 和现实的这种豪情 跟他结合在一起 其实他的诗呢 这种甘蔗林青沙障 本身是隐含着一种 自然和历史 那么战争年代的记忆 这些东西 混合在一起的一种背景 是吧 他这个背景呢 就是对自然事物的把握 和对历史的 把历史融入到自然事物中去 因为甘蔗林和青山 青山战是意味着他 当年打游击战争时候的 那种记忆 那种经验 是吧 然后在这里面 对幸福和艰难的一种 一种 那样一种穿越 所以可以看到 在那个年代 这种诗它是非常非常富有豪情的 因为我们是上课 其实我过去的经常 也在一些晚会上 揽诵这首诗 以后我们私下 可以到你们宿舍里面 跟你们揽诵 还有这个田间和爱青 大家也注意到 在这样一个时代呢 并不是文杰和郭小川 他找到的一种方式 他们的诗呢 又实际上豪情 又有个人的情感 又有他的反思性 在那个年代 是有他很独特的 那么文杰是通过 劳动和爱情结合在一起 郭小川呢 是通过革命记忆 和他的反思性的 那样一种哲理的东西 提炼放在一起 但是田间和爱青呢 这两个曾经在 做一个非常强劲的 时代的诗人 但是在五十年代 他们就在 就很 没有找到自己的 恰当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 并不能在时代的超我 与始终要坚持的 艺术上的自我之间 找到平衡 那么他既没有明确地 为时代歌唱 也没有找到 艺术表达上的新的途径 恰切地说 没有把个人对诗的敏感性 置于为时代 精神勾割的意识之下 所以今天我们会说 政治如何对诗人 造成一种压制 是吧 那么像田间和爱青 这些人再也写不出诗了 包括 还有别的一些诗了 那么 但是呢 确实像郭小川和文杰 也以他那种方式 毕竟给那个时代 留下了一份情感的记忆 我们不能说 这种诗是 屈服于政治的一种压制 而做的一种非常 应景的 应实的 那种表达 是吧 我觉得那种时代 应该有他的声音 有他的方式 留存下来 我觉得 当然我并不是 一味的 一味的这个贬斥 像田间和爱青 在那个年代 没有写出为时代歌唱 以及能够在自己 和时代的一种 交互的关系当中 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 但是确实我觉得 那个时代 需要诗人更加 强大的艺术的那种智慧 所以我觉得 这是需要的 但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么自我越强 在自我和时代的 超我之间的 越难找到平衡 关于田间 我不多说了 在那个年代 是非常有名的诗人 我年轻的时候 也非常喜欢田间的诗人 爱青 我前两个礼拜 和爱青的儿子 一块吃饭 爱青有 爱薇薇 还有一个爱丹丹 他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 非常特点的人 大家到网上去搜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爱青在五十年代 还有它非常独特的诗 就是在诗看第一期 发表的 在智力的海甲上 给巴布罗尼鲁达 那么这首诗虽然写的是 念如鲁达 但也不无私人对自己 兴趣的描写 那么其中可以 建出不少字况的影域 那么有一些诗 诗句 我觉得写得很朴实 但是也有某种 非常这个 真知的感情 你爱海 我也爱海 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 一天 一只船沉没了 你捡回了救命圈 好像捡回了希望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云聂鲁达 它有某种共同之处 那么 当然它这种诗 有些也很平凡 但是里边 却也是隐含了某种政治性 像手枪已经秀了 战船也不再转动 请真满葡萄酒 为和平而干杯 那么这首诗 我在书里面写的比较详细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关于它的背景 那么这里的 我列出一个 关于小我的表达 有限的情感流露 其实在那个年代 还是有些诗人的 他找到一种 非常有限的 情感的表达方式 那么当然 这些人都非常独特 同时的 他们的遭遇的 也非常的不一样 像蔡奇娇 因为它是一个 福建的华侨 所以幼年的是 乔居印尼 那么它显得 尤为浪漫 它在革命年代 它还保持住 它的一种本色 这也非常不简单 我年轻的时候 跟蔡奇娇 有过很多的交往 那么在福州 它每到周末 就搞舞会 然后就叫我一个朋友 邀了一大群的人 跑到他家里去跳舞 他爱跳舞 那么他很有意思 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了 那是八十年代上半期 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时候 那么蔡奇娇的有名的诗 是南海上的一棵相似树 我小时候 就是听大人们 就是更大的这种 有文化的人 就说了很多 关于蔡奇娇的故事 那么其实蔡奇娇一生有后 非常多的浪漫的故事 那么在福建 都是广为流传的 那么在春天的雨雾中 沉沉露梦 它梦见一株 北国的石榴花 在五月的庭院里寂寂开放 它梦见那里的阳光 风外明亮 是因为它把雨雾留在南海上 但它的梦永远静默无声 为的是怕花枣谢 怕树悲伤 其实这种诗写得非常浪漫 是吧 在五十年代还有这种诗句 还有这种这样一个 一种情感 是吧 所以确实也是非常 并不是说五十年代的诗 都完全是政治的口号 它有很多这种小诗 它表达私人的那种 非常个人的私人的那种情感 当然这首诗也被作为一种 爱国主义 爱国就爱民族的一种解释 但是蔡西娇自己对它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解释 当然在这里没有办法公开 因为它有时候老先生 他说话也很随便 你不能够确定它是真是假 是吧 他也半开玩笑说 这首诗是写给 写给别人的 不一定是写给祖国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不能做一个很正实的意思来表达 这就是他自己开玩笑说的 不一定当真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写给祖国 写给民族 是吧 这是很恰切的 有刘沙河 这个诗人是非常独特的四川诗人 他曾经编《星星》诗刊 最早的《星星》诗刊》 那么1957年 他的草木篇就发表在《星星》 但是呢 这片诗作受到毛泽东的点名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毛泽东那个时候 对诗管得非常的具体 那么 他的父亲是正反中被枪毙的 所以一直认为他对党 怀着刻骨的仇恨 是吧 认为他这有杀父之仇啊 对党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区别开来 不一定说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人还和家庭划行界限 是吧 不能认为说他父亲被党枪毙了 被革命镇压了 他就对革命一定怀恨在心 那个时候 要恨革命 那不知道得有多大的勇气 我相信 中国人在那个年代 他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恨革命 大家会理解这一点吧 就即使你父亲被党枪毙了 你还是一样的恋爱党 就是你不恋爱党 你意味着你也要被枪毙 你想一想 你搞得清这个算术 你算得出来 对吧 所以在你的内心 你的潜意识 你会把你的那种 那种恐惧感 完全它替代了你的所谓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 革命伟大在哪 就是说 它伟大到连你 连 想恨它你都不敢 大家理解这个吗 就是说 丹尼贝尔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20世纪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不能拒绝革命 他曾经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我得留给大家 你们去思考吧 你看看那么多的知识分子 他们和家庭 离开家庭 是吧 背叛家庭 走上革命的道路 是吧 大家看过 建国大爷 是吧 在延安窑洞 那些毛 毛主席 是吧 旁边周恩来 刘少奇 那么等等 朱德 这些全是地主家的孩子 富农的孩子 他们背叛了这种剥削阶级的家庭 要投身 人民解放的事业 在窑洞里面 是吧 然后蒋介石轮炸弹 那么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就这些知识分子 就包括他们 不要认为革命 只是属于他们几个人的 是吧 革命是一个事业 是一个20世纪的 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程 知识分子 不管是 上战场的知识分子 还是 这个握笔的知识分子 是吧 他都不能够拒绝革命 那么到了 到了中国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 它是那么的激烈 20世纪 不只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 其实法国的知识分子 也不能拒绝革命 法国知识分子 一大半是左倾 是左败 美国当然后来因为冷战 因为麦卡锡运动 清洗了很多的共产分子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前学生 是前几天去世了 他就在美国参加共产党 是吧 那么后来为什么 因为美国也迫害他 让他 不让他这个 进入这个 进入实验室 那么他就通过 亲戚写这封信给亲戚 说他想 想回国 那么当时 共产党就跟美国谈判 就说你想要什么 美国你最想要什么 他说美国最想要中国 俘获的11个飞行员 我们拿11个飞行员 换一个人 换前学生 换前学生 美国说这个前学生是谁啊 前学生 不过是他们呢 你的一个被迫害的 其实也没有怎么迫害 是不让他进实验室了 一个研究人员 是吧 那么美国人呢 他还要标榜他的民主自由 他说 这你换他 他肯回来吗 我们美国研究条件那么好 那么拿出一封 他亲戚 转来的信 给他看 美国人是这样 他呢 尊重个人的选择 是吧 那既然他要回国 那么我们就让他 回国 他如果不愿意回国 那我们也没办法 那么 那么中共那个时候 俘获了十一个美国的飞行员 就拿这个飞行员 换了前学生 是吧 我老是前学生 这个前学生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是非常有戏剧性 是吧 要是当时中国没有俘获 那十一个美国的飞行员 不知道拿什么换 是吧 因为你拿黄金肯定换不过来 是吧 没有他们的元朵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历史的细节 但是呢 你也可以看 像这个前学生 这种科学的知识分子 他也 向往革命 是吧 他在美国也加入共产党 那么在美国 其实 当时左派 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 他也是向往革命 但是因为 麦卡锡的运动 那么 清晰了很多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二十一世界的知识分子 无法拒绝革命 那么 这是留给我们的 一种思考 也是 留下的一种 一个非常特殊的 历史的一种 一种状况吧 普世和自 今天来看 我们已经没有这种心情 写出这种诗了 是吧 但是呢 今天的诗的人 已经不懂得如何抒情 甚至不敢抒情 是吧 诗里面 谁要写到感情 谁就落字 是吧 只有这个 在诗里面 弄点什么 什么馅饼啊 什么弄点这个 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 诗发展到今天 我们到后面 谈到新西的诗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像当年 我们尽管说 在一种政治的 一种语境当中 像这种 回到生活的淳朴性 单纯性 是吧 这个东西 我觉得今天读来 我觉得还是非常美妙的 是不是 我们人有时候 情感其实是非常 非常单纯的 但是我们现在 总是不敢表现 我们单纯的一面 总是要把我们 单纯的那种 东西要淹饰下去 我们要故作高深 是吧 要很丰富 要很深刻 要完事不公 只有完事不公 这才是 一个有经历的人 是吧 但是这么朴实的诗 在那个年代 大家再看看 他的诗确实是 他说这个 这怎么只切了一段 可能还掉了 这里有一个 这又一首诗 他把三个字 所在痴心里 直到他沉得泣笛 沉得列车鸣笛了 列车鸣笛了 对不起 我说 才小声说 我爱你 春草绿了又黄 秋叶来了又去 银河起了又落 依然不见他的信息 因为他的冷淡 他偷偷地哭泣 一点也没想到 在洪亮的低音中 那一天 他根本听不见 他的低语 他最后爱了别人 他才把旧话重提 结果是一错再错 难受的就在这里 ik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